不要骑不要骑 我是我们骑人要看他 不要骑不要骑 不要骑不要骑 这桶猪屎 我要问陈明通主委 吃饭味 他会吃 这桶杀给你 抱着小黑猪鱼 熬犬到台陆委会 向陈明通抗议 并递上抗议书 顺带烧上一桶 热乎乎新出炉的猪粪 只因陈明通的这一细话 拜不做是我们的精神的 信用精神的生活 我们不是跟我们不知生活而已 就是这几句话 引发愚情汹汹 向来以聪明通达自诩的 台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在4月1号上午 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 高开高手 暗讽高雄市长韩国瑜 只会顾肚子 跟猪狗禽兽没什么差别 一时激起千层浪 1号下午 韩国瑜首先站出来说重话 陈明通你眼睛瞎了吗 你讲禽兽孤独是什么意思 你帮什么样政党服务 你民进党执政 你对得起台湾人民吗 我们在拼经济 你讲这么恶毒的话 是什么意思 愤怒直接写在脸上 韩国瑜甚至两次反问陈明通 书是读到狗的肚子里了吗 知识分子 读了书 心偏调 前面软不溜揪 也认同我们的做法 后面金箍咒一念 开始对我言查言办 陈明通主委 我再说一遍 你的书是读到狗的肚子里面了吗 韩国瑜的新闻号召力相当强 随着他的反击 陈明通情受说迅速传遍全岛 或许意识到情况不妙 陈明通赶紧灭火 1号晚间就透过陆委会发新闻稿澄清 节目上的那番话并非针对韩国瑜 而是就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两种生活价值所进行的论述 2号上午还召开记者会公开鞠躬道歉 我并没有针对韩市长 他去卖台湾农产品 不管是出门前或回来 我都给你肯定 我都是给你肯定 把一个措置不是很恰当 引起了一些人的这种 感觉上不舒服 那我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不过陈明通假惺惺的举动 没人买账 民间的怒火经过一天一夜的发酵 开始爆发 有举行记者会让其下台的 蔡英文道歉 陈明通下来 照陈明通 你的逻辑 那所有过去民进党 县市首长到大陆去拼 荣誉特产品的 全部都是群兽 都是猪狗吗 有在网上 PO出讽刺影片 表达不满的 民进党挨没 现在只能靠 明通是痛单 来只痛狗活 出门在外 头痛 发烧 就要吃明通是痛单 街头巷尾 民众批判声不绝于耳 陈明通 你说的不是韩国瑜 那是在说我们这些 只顾肚子的小老百姓吗 别忘了 就是这些猪狗 赚辛苦钱 缴税给你穿西装 结领带 他应该要理智一点 对啊 因为台湾真的需要拼经济 我们韩文 但是我们韩文 就是没有保护 这个好新冠 没有代表我们的 就叫做地狗欠修的行为 没有希望说能够大胶 穿西装跟这些大 去吃西餐 民心想要就像这种 告示到国外 你真的要好好地反省自己 你会在的导致 我有看到 但是没有够 政论节目上 各路人士也对陈明通 大加打伐 尤其今天去担主委 担大主委 你若毅坏的事情 你关上台湾路面 到西面来 你是在关什么小朋友 这狗都两个人 里面有个问题 你要解决 你解决 你解决都民到西面 你靠自己打 来陈明通看这边 一个当官的 如果把民众逼到 只能在吃饱 跟吃不饱之间做选择 你跟猪狗禽兽 有什么差别 如果不爽 欢迎来告我 就连绿营人士 也将炮火对准自己人 我彻底反对 而且也谴责 他那样的说法 陈明通可能 这种教授性格 我有时候觉得说 你们没在拥机 别去跟他说这五十 韩国瑜则展现风度 表示既然陈明通道歉 自己也接受 也希望不要穷追猛党 让此事落幕 韩国瑜可以大度原谅 舆论却不会就此淡忘 国民党前名代孙大千就指出 做不到疾名所激 苦名所苦 只会说大话 唱高调的官员 充其量 只不过是一条米充罢了 从陈明通的出言无状 可以看出 民进党对韩流的恐惧 而韩流的核心 就是支持以 两岸同属一中 为内容的九啊共识 民进党过去长期 用各种煽情的谎言 来误导台湾民众 如今这场戏 终于到了唱不下去的地步了 这场戏宾民进党过去长期的谎言 这场戏宾民进党过去长期的谎言